大家好,我是来自Gross Time Peace GDC4的小刚 一谈起方形表,可能大家脑海第一个出现的是极佳JLC的Riversal 当然也是极佳Jagler Crude的超级经典日本款 那在随着理查德、RM、FM、法木兰这些品牌崛起 也让方形表在高级品牌里面成为一个土豪的代名词 但是今天要聊的是百大菲力,Patek Philippe 小刚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百大菲力表王这个品牌 那在这里和大家快速补记一下表中之王的故事 1839年就已成立 百大菲力,Patek Philippe其实是两个人的名字 Anthony Patek和Adrian Philippe 那去到1930年代左右 百大菲力现实中其实也因某一些经营上的困难 最终也正是被Stern Family 就是这个Stern家族拥有了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至今 凭着悠久好口碑的历史 让很多名人、明星、富豪深受爱戴 更经常在各国拍卖会 也随手可以拍出惊人的天价 也让百大菲力稳坐表界一哥的地位 更有着表王之称 那当然劳力士也紧追在后 对不对 那说到劳力士 其实劳力士近来价格一飞充天 要以公价买到你心爱的劳力士背后 也必须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 知道的朋友们一定知道 小刚我在说什么的对吗 所以今天小刚想和大家分享 除了劳力士以外 还有一些比劳力士更值得收藏 更值得关注的顶级万表 而且这些顶级万表在市场的价格 分分钟连一只炒的劳力士都还买不到 甚至还可以谈得上保值和未来增值的潜能 朋友们是不是听得都有一点心动呢 那就好像小刚手上这只5124 Gondolo 可以说绝对是飞行在雷达下的宝 那英文可称为Hidden Gyms Under the Radar Gondolo 5124这个型号 很多年前就已经诞争 也是一个像Art Decor时期至今的系列 而且5124最初的版本还出过三文鱼色的面盘 要知道这种Selman三文鱼的表盘的颜色 一般只有在百万等级的百大飞力才会出现 去到2015年的时候 小刚记得他推出最后一款南庄的Gondolo 就是影片里的这一款白金材质的放射纹 蓝宝色的表盘 不过这款表也正式在2018年就已经停止生产 所以在2019年之后呢 是就再也没有这个南庄Gondolo这个系列 所以这款蓝盘的这个5124呢 由于只出了短短两三年 再加上PP生产表的这个年数量本来就不多 可是玩表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在市场上是可以说是极为稀少 要找到一只半只品项完美的还真不容易 那说到蓝盘的百大飞力表款 也是一个比较少用的颜色 所以几乎所有蓝盘的这个蓝色表盘的百大飞力表款 它这个市场的价格都会比较高 也比较抢手 不过这个放射纹宝蓝色的表盘设计确实很美 对比起老款5124J 黄金版本的这个来说的话 这个蓝盘可说是脱胎换骨的一个感觉 整个表盘重新设计过 表盘所有的布局配置 例如指针 棒形的石标等等这些 所有所有的这种感觉 给人就是好像一种 从最有名最经典的Cala Trava 5196搬过来这样子 那比起之前老款的这个黄金版本 那个中央大大个12的这个数字 那这一款新的一眼看起来就更加的成熟 更加的有魅力 小刚我自己一眼看了就爱上 所以才买回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所有的刻度 index 纸针 全部都是白金材质 超有煞气的这个Dolphin 这种贵妃针 也是Cala Trava绝对经典的设计 大家也知道方形的表上手的效果是绝对会比纸上写的数据来的更大 那这一支表也不例外哦 上手一点都不会觉得小哦 5124 Gondolo 33.4 x 43mm方形的设计 戴在手上可说是完全就是一个 几乎好像一个39-40mm的这个规格 那你侧边可以非常明显看到整个表刻是弧形 是弯的 所以从侧边去欣赏还多了一种 Richarder RM 法木兰 FM Vanguard 那一种弧形的这个视觉享受了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点 那这种设计 戴在手上真的是超舒服的 白金打造而成的表刻厚度8mm都不到 就是少过一个cm 而且这么薄的表刻 你可以看到它正面 两侧竟然还能做2x4的这个设计 表带也非常讲究 用的是这个22x16mm的这个规格 整体可说是高贵的来 又带点热血的运动感 那讲到这个极甲 JLC Reverso 中心的尺寸是24mm左右 最大的款式也大概只有27mm左右而已 那朋友们可以自己脑补一下 那所以比起又瘦又长的这个JLC极佳的这个Reverso Regular Crude这个品牌 它的这个翻转系列 我觉得这个PP Gondolo更显稳重 更显大气 那机型更是百搭飞力 专为Gondolo方形表系列专注打造 大家也知道方形机型极为少见 原因是很多品牌在这个方形的表款上是比较少 甚至是这个法木兰FM 会被拉高 所以自然也比较少见 而且方形机型的设计偏排也要非常讲究 PP这款表也刻意做了透背 也是最吸引小缸的原因之一 那百搭飞力PP有着表王支撑 一点都不是盖的 好像这颗机型中央的这个甲板桥的设计 有丢丢像大型S字母的造型 哇像极了古董表 机型的美学工艺 那这点百搭飞力做的可说是万中无益 每一个甲板用最高级的 刀角抛光打磨的这个工艺 4Hz 28800这个凭着力 Spiral Max和Gyron Max 无卡度专利的这个抗震防止的这个群众系统 六方位最精准的这个调效 双P的这个印记 都是百搭飞力独有的这个绝货 绝对是一款又有外形 又有内涵的豪表 那百搭飞力最常听到的一句话 你不曾拥有百搭飞力 你只是在为下一代保管 照我来说的话 比较像是拥有过百搭飞力 就死无遗憾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